張道你為什麼回來了? 有什麼不敬奇的 想給我蠻蠻就回來了 好像我有一個電影在台灣要拍的 張道,最近好像你很多習慣吃 有些人當你又再移民英國 有些朋友年紀不見,疫情就回不來 現在我真是幸運,一回來什麼都不用 又不用意,什麼都不用回來了 很久沒有回來,我也跟你說過 最重要是吃一吃 那些蠻蠻,這麼喜歡吃了 雲丁麵就吃了 有些事情要做就做了 然後4月多,我旅居的程序就是 夏天就不在香港過,在倫敦過 然後春天,天氣涼快一點的時候 等它又不用那麼冷,我就可能去台灣 或者是羅山 然後冬天就回香港 我希望這個旅程 讓我可以生活得更舒適 所以看了這集之後,不要再誤會 張道,張道根本就是一個旅居的生活 按季節去不同地方 我是一個後裔 也不算是移民 沒有一個地方 當香港很多親戚朋友 回來就踢球 剛剛才踢完 一個星期踢三天 打兩天網球 然後回到倫敦又要踢球 在這裡踢球就很辛苦 三、四點就起床 回到倫敦就很開心 好像早前 阿英倫打羽毛球 我太太也要熬夜 她也是羽毛球 是啊 不過聽完你這樣說 大家就不用 因為我有時見到你的粉絲 就說張道,你為什麼回來了 有什麼不敬奇 想給我賴就回來了 好像我有個電影 可能在台灣要拍的 如果我真的拍的東西 收不到的東西 還未當是這個項目 收到項目之後 例如劇本要拍攝 有些什麼科幻 變了很多技術上的東西 在台灣做的時候 我去那裡開會 我們會試不試回香港 然後再回去 或者等兩個月左右 回到倫敦 因為倫敦的夏天 實在是太棒了 我想這個是生活方式的選擇 香港人現在也是這樣 很習慣 有些就長住在英國 有些就像你這樣 這裡飛來飛去 都不需要說奇怪 有些人 it's not 有些人 你會想說